最近有大陸高校號召本校學生 帶留學生回家過年 惹來爭議 有網友認為 這實際上就是黨媽派的任務 教育界人士表示這種荒謬的做法 是為了配合中共當局的一帶一路政策 最近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發出通知 號召學生帶留學生回家過年 通知說 每位中國學生可以帶一名或多名留學生回家 近期也有網友發文 透露大陸有高校號召學生帶留學生回家過年 據網友提供的通知截圖 該校招收南非、印度和尼泊爾來華留學生40多名 號召本校師生志願者跟留學生結成一對一夥伴 把留學生帶回家 通知還稱 留學生可以利用英語為母語的特長 幫助提升英語能力 據大陸東方網報導 截圖中提供的聯繫人和聯繫電話 在多個網頁中出現 都是來自重慶房地產職業學院 消息迅速引發網友圍觀 有網友指 這些國家的留學生 都不是來自傳統的英語國家 從學習英語的角度來說 未必能得到提升 也有網友說 讓外國學生瞭解中國文化 在自願選擇的前提下不一定是壞事 但有網友認為 這實際是黨媽派的任務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說 這種做法會對學生和家庭造成很大影響 但他們別無選擇 他們如果拒絕或者反抗的話 孩子很可能會失去求學的機會 當地政府也會找他們麻煩 接種而來的就會一系列的歧視和迫害 但是如果一個陌生的人 特別是這些留學生呢 很多是來自於第三世界的男性學生 住到這些中國人家庭裡邊 很多的不便不用說了 對這些家人會造成很多的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壓力 這些人呢 事實上也等於成為了中共 去跟國際社會打交道的最底層的工具 是非常的委屈求全的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副教授馮崇義博士認為 這種做法很糟糕 這也是配合中共近年來搞的一帶一路政策 關閉了跟西方補持價值的交流 把街道留學生當成是收買 第三世界一個涉獵 並且統戰涉獵之一 那些留學生 中共政府給他們發放很優惠的獎學金 給一些很荒謬的陪讀制度 盛學指出 中共敢肆無忌憚的這麼做 是它從來都把中國老百姓當作統治工具 從來都沒有尊重過他們的人格與尊嚴 而現在這種事情越來越多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它本身是完全喪失了 對一個事情真實的這種社會反應的判斷能力 再有一個呢 它覺得它現在有錢了 在國際社會也有了話語權 在中國也不怕老百姓來反它 或者說呢 它也顧不上老百姓是不是反它了 越來越多的社會反抗也是讓它焦頭爛額 通知顯示 中國農業大學這項活動的相關旅費與補貼 由留學生項目支付 有網友感慨 納稅人的血汗錢就這樣花 馮崇義說 這種事情在西方國家是不允許的 相當於一種腐敗行為 拿民之民糕為當權者的統戰鋪路 但這在中共歷史上早有先例 2019年7月初 山東大學為外國留學生招募女學辦的消息被曝光 一度研發輿論風暴 大陸網友一面倒地批評 在輿論壓力下 山東大學發布道歉信 聲稱將認真總結反思 黨媒《人民網》也被迫發文 指責山東大學厚愛留學生 不是自卑 就是自作多情 如今又爆出要帶留學生回家過年 網友說 這些大學生被中共當做仆人、婢女 伺候這些外國來的大爺 好讓他們回國後作為潛伏的力量